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員囉 歡迎大家加會員成為 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 訂閱按讚加會員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美國總統拜登 辱了眾議員之後 又開始炒作台灣牌了嗎 這是拜登自爆 他要在G20峰會 跟習近平主席 化美中紅線 討論台灣議題 但是台灣對大陸來說 就是核心利益 而且大陸展現出強大的軍武實力 尤其是在中國航展上 殲20大秀美記 一起來看看 這是殲20的總師 他就說要讓對手worry一點 您覺得大陸的軍事實力 是不是已經讓美國 不敢針對台灣議題上 跟大陸來開戰嗎 來聊天室 寫下您的看法 借多留言 以及按讚 我們先要讓大家 秉住呼吸好好來看這一段畫面 這是殲20表演 雙擊對沖的好畫面 好不只這是雙擊對沖 網友拍下了殲20 他在降落的過程當中 待會你會看到 大批的軍迷的反應 就能感受到這一份的喜悅 而且你也會看到 待會是殲20飛行員 李偉柏 他說殲20展示動作 是實戰化格鬥的動作演化 這些動作都是實戰格鬥動作的演化 比如小速度平飛和小半徑盤旋性能 在單環戰中可以起到搶戰有力位置的作用 最大小速度盤旋 大過載的上升下降極短性能 在軍事態勢下可以起到搶奪先發射機會的作用 這些能力在對抗空戰中對決定勝負起著關鍵的作用 如果在同等物理條件下 飛行員就能通過裝備性能優勢達成主動 舉得勝利 我深深為新時代十年偉大變革感到無比自豪和振奮 人民軍隊體制一新 結構一新 格局一新 面貌一新 五代戰鬥機殲20遍布東西南北中 在武器裝備迅速迭代升級的同時 訓練難度強度不斷增加 實戰化水平逐步提高 軍兵總監協同指揮作戰能力大大增強 說到殲20呢 美國真的也是相當關注他的一舉一動 因為他充當是開戰時候踹門的重責大任 那殲20總是楊偉他其實就被問到說呢 說什麼你最近在忙什麼呢 楊偉說最近真的確實忙 一直都沒有閒著 我多說一點大家會安心 不說的話對手會更worry 還是讓對手worry一點比較好 聽聽看他是怎麼說的 其實呢說到殲20就要一起來解密一下 像是陸媒陸戰國際觀察 就特別聚焦殲20的第三台的發動機 他說呢來頭可真的不小 這關乎什麼呢 關乎殲20戰鬥力的全面發揮 直接對標來看到 殲20它對標是什麼呢 對標當然就是F-22戰機了 一起來看看殲20戰鬥機 它是作為中國大陸自主研發的 第五代隱身戰鬥機嘛 它不僅是中國大陸空軍部隊當中的 主力戰機 也是廣受關注的寵兒 那殲20的戰鬥機在起飛的時候 來看看這個畫面 這個地方有沒有發現說 這一個畫 它冒出了黑煙 引起了外界關注 實際上這是為什麼呢 這是因為殲20的戰鬥機 它正在啟動自己的第三台發動機 然後呢 這是來看到殲20 它是一個雙發重型的戰鬥機 然後呢 它有小型的輔助的發動機 陸媒特別說呢 這台的發動機來頭不小 比美國的F-22的設計還要來得好 甚至來看到它直接關乎 就是殲20的戰鬥力能否全面的發揮 從理論的層面上來看呢 殲20戰鬥機在通電之後 就要開始啟動了第三台的發動機 就看到了這個是冒黑煙的一個狀態 而這就是來看到呢 這是為什麼呢 這是在進行輔助動力系統 也就是所謂英文叫做APU 那像是來看到這一張當中這一張 黃色的它也是黃皮機嘛 那你看黃皮的殲20的背部這個地方 我們圈了起來一個方塊的 這個地方 這個小框框 其實它就是呢 剛剛說到了APU的排氣孔 而它在完成部分的系統自檢後呢 這個APU就會帶動了兩台的發動機 然後完全自主的所謂的自檢 然後等待命令呢 那APU啊 它主要的作用是怎麼樣呢 是在於主動力啟動前要提供電力啦 以及壓縮的氣源 在主動力啟動前提供電力跟壓縮的氣源 好再來看到呢戰略國際觀察 這個陸媒就分析說殲20的戰鬥機 背部冒出這個黑煙 這就是代表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代表說這個APU啊 正在點火當中 而且呢燃油燃燒不充分 所以就會出現了這個黑煙 而這個APU進入到工作狀態之後呢 這個黑煙就會消失了 然後呢再來看到說 眾所周知就是殲20戰鬥機 在設計出的時候 它就是對標什麼呢 它就是對標F-22的 就是美國的F-22的戰鬥機 而美國當前的主力戰鬥機 包括了F-35戰鬥機 它其實也是在F-22的基礎之上呢 進行改造而來的 因此殲20跟F-35 它有一定相似的地方 而中國大陸的輔助動力系統 跟這個F-35的綜合的動力系統是類似的 而來看到這F-22的燃油的啟動機 與APU它是分開設計的 它是分開設計的 但是剛剛說到這個殲20 以及F-35 它們的APU 能夠呢是更先進 所以它還能夠節省更多的空間 好這個所謂的意思就是 整體的可靠性呢 殲20跟F-35是贏過F-22的 意思也就是說 殲20它的APU 比美國最強的F-22還要來的好 而F-35呢 它其實還裝了什麼呢 應急動力所謂的EPU 除了APU之外 也有EPU 這個所謂的動力源 主要呢就是在空中使用當中 在正常電源 備用電源 液壓源全部失效之後 它還是有一些相關的保障 而這個殲20它其實也有裝了 那待會會繼續說 大家都知道啊 美國在研製呢 第四代的這個戰鬥機 歷史真的蠻早的 而早期的多款戰鬥機 其實都有 都沒有應用到剛剛說的APU 而美國是什麼時候呢 美國是在了1980年代的時候 才開始使用這個所謂的APU系統 而第五代戰鬥機呢 其實通通都裝備了這個系統 意思就是F-35啦 跟F-22其實都有這個系統 好那再看到尤其是F-35問世之後 這個系統就因此得到了升級 好那殲20它其實也是升級版的 那另外再來看到呢 蘇聯啊在這個APU方面呢 其實也進行了相關探索 雖然呢整體的進程 稍晚於美國 但是也追隨了美國的這個發展趨勢 來看看像是蘇聯的部分 比如說蘇-27的戰鬥機啦 還有呢米格29的戰鬥機 它也都是採用了APU的系統 另外呢 中國大陸在戰鬥機的設計研發方面 大家知道儘管呢 起步比較晚一點點 但是現在已經追上了美國跟俄羅斯 那甚至還超越了有些部分 那中國大陸啊是在什麼時候呢 是在殲-11的時候 之後才出現了戰鬥機 有使用到了APU 而雖然呢這個系統 被說並不起眼 但現在的發展也越來越成熟 陸媒說中國大陸殲20的戰鬥機 自然也不能落後 所以呢與此同時 這個殲20它其實也裝備了這個 這個其實是這邊的 殲20也裝備了所謂的EPU的系統 意思來看到 它也有些備用的電源了 APU的存在 現在被說越來越重要 也關乎了就是殲20的啟動啊 也關係到殲20整體的戰鬥力 陸媒才會說 總而言之中國大陸戰鬥機的研發 而且緊密的跟國際來接軌 甚至也是不斷的實現 清出於藍 勝於藍的成就 好 接著一起來看看 中國大陸不只是 這個以前比較弱的這個發動機的系統啊 不斷的突破 中國大陸的雙座版的殲20 更是領先了美國 更別說中國航展亮相的這一款 所謂的雙座版殲20的隱身無人聊機 也就叫做飛鴻97A 那它的英文是FH97A 引發了各界關注 它被稱為是戰鬥機的戴刀護衛 哇你看 跟航母一樣 戴刀護衛都是怎樣 火力很強大 那它到底會裝備哪些的一些武器呢 更是媒體爭相報道的來源 那這款所謂的新型無人機呢 外型 來看看比較 有沒有覺得有一點點像是 小號的殲20呢 而且它採用的是什麼呢 採用的是隱身的設計 還有優秀的氣動布局 而根據來看到公開資料呢 飛鴻公司所研製的這一款 飛鴻97A 就是一款高端制空作戰的無人機 它具有什麼呢 具有這個 就是能夠短距起降 還有重複利用雷達隱身 還有威脅規避 以及誘騙消耗 誘騙對方消耗它的一些子彈等等的 好 那再來看到呢 在未來戰場呢 它也可以跟有人的隱形戰機 能夠協同作戰 例如就是這次引發關注 雙座版殲20 未來會不會跟飛鴻97A呢 一起來協同作戰呢 尤其可以看到 這個所謂的飛鴻97A呢 它採用的雙發動機的布局 它能夠呢 有效的提升無人機的機動性啊 以及可靠性 好 來看到環球時報呢 有特別來深度分析 像是呢 它有透露說 飛鴻97A它作為一款呢 無人中程的遼機 續航能力真的很出色 它能夠怎麼樣 它能夠全程半飛有人戰機 譬如說全程半飛殲20 那另外後續也會拓展出 空中加油的功能 將它進行相關的改進的方向 而它的攻防能力方面呢 據資料顯示 飛鴻97A的內埋彈艙 它可以攜帶什麼呢 內埋彈艙 它可以攜帶還看到 像是有8枚的微型智能空空導彈 而在機翼的下方 跟機附呢 它也具備了擴展的 艦載掛載能力 以及呢 按照任務的需求嘛 它也可以放什麼呢 像是掛附油箱啦 還有精確製導的武器啦 另外還有包括什麼呢 電子吊艙這些東西 其實它都是可以裝備的 來看看中國大陸軍事專家 怎麼分析呢 彈箱它是一個多功能的 它可以放導彈 也可以放巡飛彈 如果掛這個空地彈的話 那麼就可以對地面進行打擊 如果掛空充彈的話 那麼就可以進行空充格鬥 如果放的是巡飛彈的話呢 巡飛彈它有一個特點 它飛得比較慢 然後它可以長時間的 在戰場去進行巡邏 當我真正發現 有意義的目標的時候 比如說五分子啊 或者是什麼的 這個目標人物的車輛 突然出現的時候 它突然發現了 這個時候可以讓這個巡飛彈 一頭砸下去 所以它又是一個無人機 又是一個彈 它也可以進行一種叫做 所謂的封群作戰 就好比是打遊戲的時候 開全地圖掛的話 一個人開剩下人全都開 它是一個忠誠療機嘛 它所謂忠誠療機 就是跟著我們的先進的 比如說J20 那麼它跟著我們J20 去進行作戰 它替J20去執行一些 更加危險的任務 好 其實這個無人機 它的防禦能力也是不容小覷的 由於來看到 它採用的是智能蒙皮天線的技術 然後來看到這款的無人機 具備比較好的抗干擾的能力 也具備可以低可探測外形 還有智能機動規避的能力 而至於這一款無人機 會如何去遂行它的任務呢 這就是說要看看它從 中程療機的定位來說起 那飛鴻公司它相關的負責人 有透露說 那有人戰機去匹配 無人療機的編隊 協同作戰的這種 所謂的心直作戰的模式 被業界普遍認為 可以顛覆傳統有人戰機的空戰模式 在原有的空戰體系當中 能夠創造一個新的生態位 所以意思就是 有人加上無人的組合 就可以充分的發揮各自的優勢 比如說什麼意思 無人機的部分 它能怎麼樣去執行 比如說是縱深 以及比較危險的任務 因為它無人嘛 就算被擊毀了 其實也沒有說 因為有人的關係 影響那麼大 而這個有人機 它能夠判斷的能力是比較強的 所以看到不易受到干擾跟欺騙 你看它各有優點 而且來一起協同的話 就可以降低飛行員會損失的風險 另外來看到 提升高動態的空戰任務的作戰效能 那飛鴻公司也特別說 它這個攜帶的空對空武器的飛鴻9G-A來說 它可以跟有人機進行多機廣域的 編隊的作戰方式 你看他們這些都是協同作戰的 能夠在高威脅的空域當中 可以利用各種被動傳感器的隱蔽 去獲取到戰場態勢的信息 而且當有人機來進行指揮的時候 其實可以規劃最好的航線 因為它是有人的 然後從多個方向 從對敵方的空中目標 發起飽和式的圍攻 用無人機去圍攻它 然後可以實現像是 隱蔽突襲 先敵發現 還有來看先敵打擊 先敵摧毀 其實在上個月的時候 央視軍事頻道 其實就特別秀出來這一個 也就是來看到是 雙座版的殲20跟無人聊機進行的 編隊的CG的動畫畫面 相關專家也說 這種新的戰法 也進行了相關的模擬 也代表說 中國大陸在無人聊機的發展領域 這一塊 真的獨步全球了